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讲一件事就是 Notting Hill Carnival那边 英国那边出了乱 这个地方搞家联华 在伦敦西那边 看到途中真的拿刀出去斩人 真的很夸张 最夸张的一件事 当然这个不是恒常的事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疫情 其实令很多人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周围都有的 无论香港啊 外地啊 其他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多人的地方自己小心一点 他最夸张的地方 这单新闻我看到最夸张的地方 是性侵警察 你说多疯啊 那些人 这个真是夸张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 记住赞、赞、赞、分享给朋友 大家分享一下 那Notting Hill这件事 就是有个Carnival每年都会 又举行1965年已经有了 就是挺热闹的 就是好像 一些跳舞啊表演啊那些 那这次有成200万人 因为呢 是Covid的情况 好像停了两年 那再开回其实是好事来的 对于那里的经济啊 所有东西都好一点啊 但是呢 有人被人劈到入医院啊 那有一个 已经有判断的状况 都挺危残的 那另外也有 就是 几个人呢 就是被人斩了啦 那就是这个是很 很不开心的一件事啦 就是你要去玩 就是 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那这些Carnival呢 其实我在澳洲呢 都整天 就是整天有去的 去澳洲有过Mumba的 我们就是 就是 留学生呢 都很喜欢去那里 就是每年都去玩的 就是呢 他有一些帐篷在那里啊 啊 扔下一些 摊位游戏啊 就是 扔一些公仔啊 那我们 就是 都会去的 晚上都会去玩的 很好玩的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呢 都没试过 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 其实呢 可以反映到 现在的 那个 就是 那个经济状况 不是很好呢 大家心情都一样的 那我最近呢 又看了 几段呢 就是 那个贫穷问题 在英国那边 那都挺有趣的 那其实这几年呢 去食物银行排 排食物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的 尤其是那个 即通胀呢 是居高不下了 还有 你入油又要钱呢 那你上班可能 就可能是倒贴了 那他们都没办法的 难道是走路上班吗 那 那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 那个 那个总理 他访问回 就是之前的 那个总理 他说 为什么 你在任期间 就是 又说 可以 就是 就是 消灭这个贫穷 反而 那些人更加 穷呢 这样 他很有趣的 他说的观点就是 就是 因为我 那些政策好 所以那些人呢 才去求救 就去食物银行 所以呢 那些食物银行 那条队 就多了人咯 这样 那 这个呢 就是看你怎么说的 所以政客的 很厉害 就是倒转说都行 那 那 那跟着 总之就不是特别好 那 他们当地呢 有一些 餐厅呢 是 直接是 专业给老宿者吃饭的 就是 每星期有一次 他们成家人最开心的 就是 我看到一个访问 就是 整家人就是 两夫妻有个儿子 他最开心就是 在那里可以有披萨吃 有免费披萨吃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就很幸福的了 很多呢 有些地方 他们 英国有些地方 就是 原本是旅游业的 就是 那些当地人都会去那里度假的 那怎么知道呢 就由于有廉航之后呢 那些人呢 就不如搭飞机出去玩啦 那 那些地方是衰落得很快啦 而且呢 工业革命之后呢 很多地方是 差了很多 就是 当地经济没有了 那 那当然呢 会转型啦 但是 他们是 转型之后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好 很多地方很破烂 他拍了那个地方 原本是一个旅游区来近海的 但是呢 由于那个 就是那些经济下 没有人来玩呢 那些东西呢 就全部都烂的 那些东西呢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 是直接找不到工 没有工的 旅游业又没有了 就是 就是武功啦 那些商铺是很破烂的 那所以 其实很多地方呢 经过这个疫情呢 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那 大家的精神状态都 都一般的 那 这件事呢 就 星期二十七号那天 就两天活动来的 那 最夸张的 警察工会都在那里讲的 有七十五个警察被襲击的 他们呢 就拿了一些噴 不知名的噴霧呢 蓝色的东西呢 噴向那些警察 追着那些警察来噴的 好搞笑的 就是你见到呢 就是 网上的那些片呢 他真的拿一支东西去噴的警察 啊 跟着 就真的 就是动手打他们的 还有 那 两天有二百多人被捕啦 啊 有人拿着一把刀 不停追着那些人来 斩啊 跟着 那些骑警就追着啊 那就是 就是很混乱啊 那当然啦 就是不想见到 这些情况发生啊 那就是 大家就 就是 多人的地方小心一点咯 其实都没什么得小心的啦 呃 总之我就觉得 人呢 如果你给他 没东西做呢 是 是很糟的 这件事 无所事事是一件很大的事 那最近我看了一段新闻也是这样的 就是 有一个人中了彩票啦 原本在麦当劳做的 谁知道他最终都是去麦当劳上班的 因为 他不捨得一些同事的 那所以 人是要互相连结的 就是 如果你太孤立呢 是很惨的 这个是真的很惨的 这件事 就算你没钱不要緊 你有些朋友呢 在公园吹下水呢 就是你老了之后 有些人跟你聊聊天呢 都是很好的 如果你 留意呢 就是日本呢 那种孤独死呢 就是 如果太热闹又不好啦 太静又不好 日本那种孤独死就是 很多人呢 都完全是 死的时候 是没有人留意到的 你说可可可可可 多悲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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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会在我们这儿出现呢 我不敢说 但是 但是这些社会问题是很多的 还有 有些呢 是欺骗了那些父母呢 入老人院呢 就丢了他在那儿 就是我刚刚今天 那么巧 跟我朋友在那儿聊 他就说 是啊 真的欺骗了那一层楼 拿了些钱就走了 跟着就丢了老人家在老人院 啊 总之随着经济转差呢 日本也是啦 所以我二十几年 随着经济转差 啊 啊 所有东西人口减少呢 那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 大家都 隐让了 还有多些跟别人聊天 就是遇到有问题呢 就跟别人聊天啊 舒解一下啦 因为 这些这样的 心理病呢 为什么要伤人啊 为什么要 要这样做呢 其实是 不知道为什么的 他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益压在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 但是又宣洩不到呢 就会一时呢 冲动犯案 那希望大家都 理性点 就是 就是 整个世界都没有了 这些东西啦 好了 觉得有用呢 赞订阅我的朋友啦 下面留言讨论一下 那如果你是亲身在那儿的 你又看到些什么呢 会不会我们不知道呢 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多谢大家听听先 明镜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信息